欢迎收看订阅金线 我是杰瑞苏宗怡 今天又是我们的机车特辑 每天我们在聊这种销量的时候 其实观察车市我们会看 到底在这种迎接新的客群的部分 各品牌它拓展的能力怎么样 它推出的阵容是不是符合更多年龄层 就包括了年轻族群 年轻族群社会新鲜人 大学新鲜人终于有了能够考教照 能够拥有自己人生的第一台车 现在到底年轻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选项 今天除了我们的达人朋友们之外 我们特别也找了三位大学生 都是00后来真实反映他们的购车喜好 他们的用车情况 到底他们想的跟我们以为的年轻人喜欢 是不是真的都有对象呢 我觉得蛮考验达人朋友们 平常观察跟你们的分析 首先先来欢迎他们 也先自我介绍一下 先欢迎邵华 你好 我是邵华 今年22岁 那入手的AMPCU也一年半了 00后 是00后 大学是年级 大学是年级 阿伦 大家好 我是阿伦 然后我的车是GPE入手 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 好 第三位 欢迎邵华 大家好 我是林家伟 然后我的车是冲刺维斯牌 然后目前入手的时间是五年了 然后目前是大四生 谢谢 好 都是大学生 来 你们现在手上都有手版对不对 对 我们从邵华开始 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的优先顺序通常怎么排的 我的话第一个优先顺序是油耗第一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爸爸给我零用钱 就是一次给一年份的 这笔零用钱你就要拿来养车跟日常的花费 对不对 是 都是同一笔 都是同一笔 没有额外补贴 没有额外补贴 那首先你在意的就是预算 预算里面有手中油耗 因为这跟每个月加油的钱有关 是 好 那其次是外形 对不对 外形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虽然速克达骑不快了 但是至少也要有一点跑格的感觉 就是骑帅不骑快 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你平常是不是有在看黄金线 对 他的用语都喊我们 就会说骑帅不骑快 好 很精准 外形很重要 第三 你所选择的是安全 是 安全这个部分也是 爸爸跟我讲解过这些 ABS还有TCS的重要性 那让我觉得说 既然都是买新车了 那安全配备的话一定要加进去 那再加上台湾就是 有时候路很湿 是 对啊 有时候过弯的时候 有ABS跟TCS的介入控制 油门跟刹车这样子 骑程上也是比较安心的 这些在爸爸跟你提醒之前 你本来买车没有觉得安全特别重要吗 对 我就觉得说 就是没有破法应该就还好吧 不用这种安全配备 但是实际骑程上还是说非常重要 你的日常通勤平常的距离会很长吗 大概是从淡水到台北西门 对 那通勤的话大概是快要到一个小时 有时候塞车的话 所以真的为了上学 你的通勤时间蛮长 路程蛮长 所以难怪油耗你也看得特别重要 对不对 然后另外包括了 我们看到的配备还有动力跟品牌 它是放在比较后半段 好 接下来 阿蓝 我的话我的预算是摆第一的 因为大学生的钱比较有限一点点 你购车有没有家里面给你一个购车资金的资助 或帮你付前面一部分 没有耶 就是自己负担这样 就自己赚钱 哇 给你咕咕掌 你就自食其力买这个车 对 然后再来的话外形 因为我喜欢那种白白亮亮干干净净 就是不要太高调的车 就是骑出去就是比较漂亮 对 所以外形我摆第二 再来的话是配备 那种那个后车厢啊 然后前车厢啊 那种方便性的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你选择GP125 是本来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车 不是耶 那那是什么 爸爸那时候带我去车行 他觉得我负担不起 然后就说 哦 这台车不要很贵 然后外形面应该可以 就说哦 就这台车了 所以爸爸就把你的预算 放在所有一切之上 那确实也是你自己选的 只是满足了这个预算之后 骑着骑着就开始觉得 路上好多车都好好看是不是 比较善变一点点 比较善变 那所以会想换车吗 嗯 近两年会 大概要再过久一点点 现在还好一点点 嗯 所以想存钱 自己买车 对不对 那你现在除了GP125号 是现在在用的车 你在路上看到哪一台 就外形上已经让你心动了 慢拔 慢拔 女生也是很喜欢这样的车 其实我觉得很妙的是他跟邵华的选项 基本上基本上相似 你是不是很想把人家配对 不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选择的最终结果 很相近 蛮大的 很相近啊 很相近啊 但他们选的车差很多啊 对啊 所以你看 在同样的 priority之下 我却完全走了不同取向的选择 因为一个看油耗 一个在一开始的预算上 他就抓很紧 因为邵华的车 如果按照阿卵当时自己存的钱 不够 就真的可望而破极嘛 对吧 这件事就很现实 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家伟 好 那我这边目前的话 第一个是选外形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说 骑车在外面就是要好看 就是要帅 所以我才会把我的外形摆在第一 然后再来部分是预算 因为当然以大学生来说 金钱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所以预算的话 我反而就是把它放在第二 再来才是安全 那我问一下 你们都聊到了 预算是最重要的 但每个人抓预算 那个搞不好一开始的起始点 就差很多啦 你一开始抓 要买车的预算是多少钱左右 我当时抓的预算的话 差不多是10万到12万左右 自己已经存了 这笔钱要买车 对 是很有准备的 但你骑尾试牌 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这本来就是你的梦想车 对吧 对 这一开始就是 我非常喜欢的车款 等一下我们来看 它真的 以它的搭配 我觉得确实在今天很抢眼 至少车的颜色 那也是没人可以跟它比 对不对 阿卵你一开始抓的预算是多少钱 一开始嘛 大概五万上下 然后就发现选择很少 是这样吗 真的 现在车真的车价节节上升 对 那邵华 你的预算 我跟家伟差不多是10到12万 但是是因为 家里有爸爸先帮我电一下 我之后再慢慢还给他 要是要分期付款还给他 是肯定要分期 毕竟毕竟是拥有年付零用钱这样的概念 爸爸真的很厉害 那今天我们也欢迎 答案朋友里面呢 有一位新朋友麦 欢迎你 麦家里因为也是从事机车相关的事业 所以你们应该特别能够掌握到市场的脉动 那个变化 是因为我们早期我们经营超过六十年了 那我们那条街 延宾北路 大大小小的车行 中古车新车 你基本上都找得到 所以现阶段什么车型跑得最快 年轻人喜欢什么 这个喜好顺序在你看来 好 来那我先讲一下早期好了 对早期呢 早期是多早期 我们大概抓我十八岁 大概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代 你十八岁的时候 这些孩子 他们刚出生 他们刚出生那个年代 对对对 早期我觉得一般人选车会比较偏向品牌这件事情 因为早期品牌没有那么多 大家的宣传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情况下 我们会看几大厂 对所以就是几大厂的品牌 再来呢 再来就是要预算了 因为早期其实 因为不像现在的车价那么夸张 早期其实五万块 很厉害了 真的车 很好的车都买得到 那早期预算一般大概可能两三万 我觉得对学生来讲是比较一般 那预算之余呢 才会考虑像是外形安全动力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其实早期改装很方便 也比较好改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再来最后最后呢 才会是配备和油耗 对因为早期的车子就比较简单 钥匙一插就走了嘛 对对对 那油耗方面其实不太有人会在意啦 老实说 对 太有人在意哦 对啊 我觉得对 以前的油价也没那么贵 对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那你讲的 以前 我们拉回到现在 因为年轻族群 他们面临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这种价格 对 跟选项 是 有什么改变 好 老实说改变呢 有几项改变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你的衣放在外形了 对 没错 刚刚家伟就是这么选的 老实说 我跟你讲 现在年轻人就是注重外形 一定注重外形 不要骗我 对 说什么油耗啊 安全那都骗人的 一定都是外形 阿伦跟少华要抗议我 对对对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是 就是外观啊 就是先看到第一个印象嘛 然后再来呢 配备 才会是预算 外形 这个应该是说 可是你的第二选配备耶 配备和预算是 我觉得它有点是相辅相成 因为配备现在 我觉得它都很好 Keyless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 有没有USB 对 那种配备是我觉得 算蛮基本的 那再来就是预算啦 很明确 今年其实孩子们买车 它一开始的起点 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说家里有没有 先帮你垫付一笔资金 可是阿伦 你选了GP125 刚刚大家都给你比赞 因为你就靠自己存钱买车 那我们来聊一下 你真正拥有了这台车 这是你人生第一台新的 第一台摩托车 第一台 好那从一开始的选择 是爸爸告诉你说 就这个预算 当你用了之后你的心得 或是你喜欢它吗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就是我觉得就是 有点把它当作代步车 就是有它就是比较方便这样 但是就没有特别去觉得 它怎么样 就是因为也没有去 比较过其他的车 就觉得能骑就好 就是越来越靠近爸爸的想法 就是代步车能骑就好 爸爸一开始的用车习惯上 他就觉得摩托车 就是通勤代步的工具 对 所以你应该就他的实用面 来思考它 是这样吗 是的 GP125当时你要比的时候 你有比同时期的其他车款吗 没有耶 因为我那时候买车的时候 没有太去 太去了解机车的一些知识 然后就是随着 然后就去看外形看预算 那你会看 你会去观察说 我的女同学们 她们现在如果有骑车 大概也骑什么样的车款吗 因为那时候我高三就买了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18岁 然后早点考驾早 所以那时候骑车的没那么多 很少 那大学里呢 大学就还好耶 因为女生骑帅帅的车算也有 但是就没那么多 好 现在你心目当中最帅的 是现场这一台吗 对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喜欢那个白色 你喜欢白色 好 因为他说我喜欢白白 静静的 那绍华 你就勾引到人家 来看一下你的MNBCU 请问一下 这是你自己选的车 还是也是爸爸推你一把说 来 这个儿子 我觉得这不错 我觉得就当作是我们两个 共同讨论的结果好了 对不对 这句话有伏笔 我想听真心话 我真的没有在做效果什么 但真的就是我们讨论后的结果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假日的时候 他也会骑我这一台 那我也会骑家里的重机 这样子 我们两个一起这样跑山出游 所以这是你的第一台车吗 第二台 第一台是爸爸的车 是山羊很早的那个RX110 末代化油版本 所以你人生对机车的初接触就是先从爸爸的车开洗 然后你的上学之后就选了MNBCU 这一台让大家觉得很帅的车 是因为你喜欢挡车的外形 对 尤其它车头的部分 车头你喜欢哪些部分 它的车头因为它山羊的团队有经过就是仿生蛇的设计 让这边有獠牙的感觉 这种锐利的线条 那再加上它的日行灯 这边也有一点像是零幕大乳车系这种赛车的感觉 但是中间这里它换成比较实用的这种 像那个头灯 你有没有听到这里 大家都笑了 对不对 小詹 这有做公开 这有没有一种威胁感 就觉得现在大学生长车 已经有那种YouTuber的感觉了 就是邵华显然就是很喜欢车 你一定影片看很多节目看很多 所以包括你描述车的方式 我们都觉得耳熟能详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好 那你喜欢的这种仿生外形 骑起来你刚刚说我要骑帅不骑快 但是那个运动感是不是表现还是很出色呢 是 它的就是自脚空间跟扶手的身体 你能不能坐上去你的车让我们看看 好 就平常的话 如果我是一般通勤的话 我脚就会放在平的这边 那如果 比如说 因为我骑长途嘛 长途的话会比较累 脚就可以放前面休息一下 这个角度就有差哦 对 有差 而且我现在还没碰到最低 碰到最低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脚伸长的程度又会更高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肌肉更放松一点 我是之前看你们那个 就是雷尼大好来这边试做这一台 它超过180公分 然后又可以说这台车比它的哈雷的置脚空间还要再更长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买这一台 我觉得我们有做节目有被大家这样子注意到实在是很棒 就是你看到它确实在比较的时候 它会去研究说我到底怎么样的姿势是我特别在意 它能不能够让我长途的骑程是很舒服的 那确实就是你当时去骑的M&B 你有同时期比较其他车款吗 比较其他车款的话 有比YAMAHA的MX 还有铃木的小阿鲁 这三台都是白牌150上下的车款 那这样子的话有点像是 我当初在选车的时候有点像一个敲敲板 左边是纯修驴的MX 那右边是跑格比较浓厚的小阿鲁 那慢巴刚好就是在中间 那因为我个人的话其实比较贪心一点 想要两边都要有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选了到最后的慢巴 哇 它真的好清楚自己就选走 那你在选M&B CU的时候 因为你刚才有说爸爸也会骑 是 你有租他吗 有跟他收租金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 开个玩笑 因为很喜欢跟爸爸一起出去骑程嘛 是 对不对 爸爸骑重机 然后你骑这个会一起出门 对 那同学里面 大家看到你的M&B CU会不会很想 觉得好帅哦 我也想骑骑看 有些是会有 但是更多的是车友 对 你有车友哦 同龄的话大概有大概四五个 但是因为我参加慢巴的社团 那社团里面大概就是年龄层是 平均年龄层是偏高一点的 那 因为车价也比较高啊 说实话 对 而且他主打就是一个年龄层比较广的客群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看到一些比较年长的车友是正常的 如果现在你有同学他们也想买摩托车 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他也在 我在思考 我知道什么预算买什么车 你就会大推MNBCU吗 如果他比较在意那种山道的操控 或者是跑车的这种旗帜的话 我觉得DRG或是山羊自家的JET 比较适合他们 因为这个就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 就是应该说没有在跑山的 跑山是比较少 平常就是通勤为主 这比较适合通勤 好 这比较适合通勤 这就是邵华 他在骑到一年多嘛 对不对 一年半真实的感受跟回馈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好 接下来大红色的韦试牌 家伟 你是主持人 你要不要先上车 让我们感受一下 你平常在路上 我们看到的风景 当然没问题 这如果骑在路上 谁不多看一眼 肯定要吧 回头率是不是很高 真的蛮高的 但是平良情说 我遇到的回头率 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长队 就是年轻人比较少这样 这就蛮尴尬的 我们对你投注于关注的眼神 会让你觉得尴尬 没有啦 就是当然还是会想要让年轻的族群 就是看到觉得说 我骑这台车真的很帅 但是你骑这个我个人就会觉得 这一定很有想法 对 还是他们会问你说 这是家里的车吗 不会 就是他们就会说 这台颜色很漂亮 你怎么会想要选这个颜色 对我们也想听听你为什么会选尾世牌 而且选这么大红色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就是被关注的感觉 所以我当然就是选了一个最闲人的颜色 这样子 然后尾世牌的话 以这一开始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想车 可是当初因为预算的关系 所以我最一开始是没有考虑这一台 你从哪些管道接触到尾世牌 然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梦想车 应该是从小 可能快要到考驾照的时候 爸爸就开始说 他以前是骑尾世牌 尾世牌多好多好看 出去跑山都抽钥匙 大家都会去抽那一支 我觉得爸爸们 你们的触角真的无所不在 你们一方面用预算来影响这些孩子们 二方面就是把自己以前的喜好 哇 就这样潜移默化 对不对 但是很正常 因为我们有时候家里买车 也会说我以前爸爸开什么车 我们的印象从那里来 但是爸爸的喜欢到你的身上 你接收到这种应验之后 你也觉得非常喜欢 对 真的真的是非常喜欢 对啊 因为我本身喜欢的车型是比较 没有那么流线型 喜欢圆一点的 对 因为像可能像Jet 他们的车型会比较锐利 比较有流线感 比较有动力 而且都往生嘛 所以很有那种动物的那种线条 对 所以我就会想说 这个车型真的是我非常喜欢 很经典 对 很经典 很经典 那你同时有比较哪些车款 去做取少还是没有 只看我 没有 如果假设预算到 我就是这一台 没有其他选择 是 因为当初 我自己的预算是抓十到十二万 但是因为这一台本身是需要到 十五万块钱 对 但是因为像我前面讲的 因为我父母会觉得说 骑前面的 前面其他车款的车 比较会有骑快的疑虑 所以就也是因为他又这样子推 推荐我一直推坑 所以我才觉得 所以这台越看越喜欢 那爸爸这样的推坑 你真的骑在路上 然后就是 因为说实话 他一定没有那样的速度感 对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遗憾吗 其实不会 因为我本身也是骑帅不骑快 对啊 因为我会想说 你车子都这么好看了 你骑这么快 咻一下就过去 人家也什么都看不到 那你不如就慢慢骑 不是很好吗 年轻人的思维 我们要学起来 我们老说骑帅不骑快 我们现在还要告诉你说 你不要追求什么 像我们车子 常常就说零百几秒 大家在计较那个 那你嗅一下 别人能看到什么 没有 我们就慢慢的成为 街上那个很美丽的风景 没错 给大家看 太阳是 那平常会载人吗 平常的话 是不太会了 因为我目前是单身 所以就没有载人的需求 感觉要有一个交友专线 这一台车我们看到 这个应该是加装的 对这是加装的 感觉是为了载人才加装 这个不是吗 没有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的配备 它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小 仅能放一顶三分之三的帽子而已 那因为像可能还有雨衣 一些手套 一些的用品 所以选择还是加装 所以是需要一个置物箱的 是的 除了置物箱 还有再加装什么配备上去吗 在这台尾式牌上面 这牌的话 其实有在 自己采购的是 这个置物箱 其他的配备的话 是像是封镜 前保险感 然后后保险感 然后再来是我们中间 有一个额外加重的挂钩 那这个就是车行 就是还不错 有帮我就是 做折扣优惠 就是都送给我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的 很喜欢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听年轻人讲车 真的特别特别有意思 因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受上一辈的影响是有的 但是他们有很多自己的诠释的方式 而且确实你看两位 他们带来的车就觉得很相称他们自己 对吧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他们刚刚都说了 可能爸爸们或者是家长都会觉得说 请那些 不论是跑车 或者是 是不是就是真的会骑快 让他们比较担心 其实这些运动车款 特别是高阶运动车款 现在的市占率是越来越高了 我们稍后许了 黄金陆陈队 古查理一套 挑战成功 呜 呜 让他抓到 呜 旁边就去悬崖了你各位 我从来没有开到这么惊险 超人为什么要穿紧身的 新京路线的左边就一直记得 compelled to go 卡路 下次再来 好 电视网机线从电视螢幕 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适报导》 年底 Toyota的旋律 这个是速力道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床精心员邀您一起上线